包括兵彈 中国老大 2021年代表演的 Г,历经营、丧养、丧养、与丧养、与丧业 而且她说她昨天还棒了一个 吃太胖对身体不好的一天 没有 她说她没有嘛 真的吗 那她今天跟我讲 她今天就拿了一个凤丙糕 他今天就拿了一個鳳梨糕給我吃 後來我就說我想吃喔 可是我就不吃野生燉 因為我昨天才給你翻看過那個太胖不好的影片 他對我是這樣講的啊 他把他想對我說的話都講出來 好喔 真的 鳳梨糕就是長這樣子啊 鳳梨糕那個 他長這樣子啊 他小便 他是很像那個 他是一個立體的形狀 對他很形狀很像一個野生的鳳梨 很像那個人家拜拜在用的隔蠟 直接讓隔蠟 小便沒給你吃啦 他有問我要不要吃 這我只是一小塊而已 這只是一塊而已 一個吃起來辣椒 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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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角安數我們看一下喔 簡單的三角安數呢 他是從B4D0開始的嘛 那B4D0的話 基本上右側邊這裡有一個圖 大家應該都懂 叫做AB平方加上BC平方 會等於AC平方 好 可是欸我們有時候 這些最簡單的東西啊 其實他的遊覽是什麼 你都不一定還記得 所以我們有時候都會想要告訴你他原意識的 所以以前我們有證明過 我們那個時候三角安數就是你二年幾嘛 我們剛開寫的第一次嘛 那像三角安數我們現在從B4D1開始 我們就問了一句話 你會不會證明B4D0 對不對 你要不要會證明B4D0 要會啊 因為B4D他證明其實在你們國中就有學會他的機器 只是沒有他來用 所以我們來證明一下B4D0 第一個指標當然是 怎麼證明他的斜邊機方會有壓股平方 所以那個時候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這個地方的正方型面積 加上這個地方的正方型面積 等於這個地方的正方型面積 對不對 可是這種不是要說證明嗎 他不是吧 他有點像測量對不對 但是結果是測量出來 我是量這個東西才知道AB平機啊 我量了這個東西才知道AB機啊 我又量了這個東西才知道AB機 所以你是利用測量的方式才證明出來 所以這應該不叫做政府 所以真正的政府應該是說 我長度都不知道 那我怎麼去證明他面積會一樣 所以 你記得嗎 我要做一下輔助線 對不對 做到輔助線 他做好之後呢 我們要去證明一些事情 這邊什麼事 然後我們要換一個顏色 然後好像是什麼三角形 對好像是什麼三角形 顏色好差 紫色啊 然後有全角 還想出 連這一個跟這一個 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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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明一下 螢光 黃色所以有一個直角 有一個三角形對不對 那你能不能證明這個三角形跟這個三角形是 全等 因為這是你國中最愛證的嗎 對不對 沒有啊 國中就是會證這個才是上北域的啊 不是啊 就是一個三角形啊 就一座正方形 這座正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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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之後再利用很特別的 這個角加90度 就是螢光比的角度 這個角加90度 就是什麼 紫色的角度 所以SAS全等 對不對 那全等之後 它是不是就一模一樣 那一樣之後 我們就利用一個小技巧 什麼技巧 紫色三角形的面積等於這個 這個面積 我們沒錯 我們是用面積來證明 第一次定位 但是應該不是 兩毛邊長 再去算面積 而是利用 它面積的變形 我們先證明 剛才我證明的 那兩個三角形 是全等 那全等之後 我再將這個三角形 這面積換成這個螢光比的面積 那什麼移的 我這條線是做什麼線 是垂直線 而樓下這個是什麼形的邊 正方形的邊 所以它這裡應該有一個直角 所以這兩條線是屬於平行線 所以你這樣子去看的話 這個平行線的話 紫色三角形面積 跟螢光比的藍色三角形面積 在平行線裡面 它不就是面積相等嗎 所以我們先製造全等 再把全等的三角形的面積改變 好 所以我做出了第一個面積 而黃色螢光比的面積 最後也會被我平行成這個紫色 這個藍色的面積 去看一下對不對 我這邊做出來 它這裡有90度 這裡也有90度 而這裡連過去 這裡90度 這裡90度 所以這是一條直線 所以這兩個是一個什麼 陰行邊 那螢光比這個拉過來 是不是這個面積就一樣 所以這一塊面積等於這一塊面積對不對 所以請問一下 那這個正方形面積 不就是這個長方形面積的 的情況就出現了吧 因為這個就是正方形的一半 這個也是正的長方形的一半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你願意變成正方形 那我就會願意變成長方形 所以這個時候面積 有沒有等於這一塊面積 有 同一可證 這邊是不是也可以證出這一塊 等於這一塊的長方形面積 那這個時候就得到那個什麼 兩邊的面積 會等於 什麼 斜邊的面積嘛對不對 所以必是地理就證出來 所以這裡有一個巧妙的一個做法 好 大家看一下 好那 老師剛剛不會告訴你 但是手法會 我們會有這個手法 這個手 這個方式的 技巧 你要遲到一下 所以這就是我們以前學過的 所以大概記一下 好 所以這叫B字定 好 那我們會證 好那之後呢 我們在推廣的過程中 後來發現指甲上影域 會有斜邊上的高 所以這個時候就推廣出了一些 拇指相似地理 所以拇指相似地理的話 這裡會有什麼 Bc的平發 會等於Bc出成Cm 好 那之後呢 AB的平發 會等於A租成AC 好 那最後呢 還有一個 什麼 中間B租的平發 會等於C租成AC 好 那最後呢 還有一個 會等於C租成AC 裡面再做一個斜邊上的高 你會再多製造出兩個指甲上影域 這兩個指甲上影域 跟原來大的指甲上影域 會產生三個指甲上影域 三個兩兩互相相似 那相似完之後 利用邊長筆會等於邊長筆 之後在內向神奇等於歪向神奇 就製造出這三個等式 好了 這三個等式咧 我們會被推廣出來的一個東西 叫做算起不等式 他會推廣出算起不等式 好 那為什麼他可以推廣出算起不等式 就是因為我們後來學的東西越來越多 所以慢慢的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叫做 只要看到指甲三角形 就要想到外接員 對 他實際上他存在有一個外接員 在這裡 那如果這個時候 這個編長叫做A 這個編長叫做B 那ABA 這個地方就會是我的直徑 ABA的地方就會是我這個指甲三角形的直徑 這個外接員的直徑 那直徑的一半就是半徑 那我們可以看出來 他的半徑會不會在這裡 所以這裡就是半徑 那半徑的長度也就是2分之A加B 因為他就是直徑的一半 而利用拇指相似定理 我們可以推出來這一段長度 這一段長度就是B柱 那B柱的平方會 會竟然會等下面那兩個小線段相伸 就是A等B 所以他本身的長度也就是把它開根號 相伸之後開根號 所以這就是整號AB 好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在看那個圖的時候 你會看得出來 這套AB的長度會比半徑的長度還要來得怎樣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些事情 叫做A加B除以2 會大於A的B還等號 這就是算你們的幾個技巧 好 那有沒有機會等號 有嘛 你去想一下什麼時候會相等 當你的A慢慢的變長 B慢慢的變長 最後這個A到達一半的長度 就是道理元七八 那這個時候B縮短成半徑 A放大成半徑 所以這個時候半徑成半徑 這個時候你的資料碳 就會落在這裡 所以這個時候它的高 剛好就會等於半徑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產生相等 所以算起不整四講過 等號發生在A等於B 那如果以這個圖來看的話 就是A等於B等於R嘛對不對 就是這樣子 好 所以這是一個幾何類的幾何圖形 去觀察出算起不整四的技巧 OK 好 我們正在算起不整四的幾何證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好 那下一個咧 就是我們原內界四邊形 好 因為我們要講B式地底 那個什麼 我們要講三角函數之前 我們要先把以前的幾何的技巧 全部都稍微注意一下 好 所以像這個蜘蛛像這個 應該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原內界四邊形 主要會介紹它 是因為在三角函數裡面 我們開始去研究 是不是每一個不同的角度 三角函數就會不一樣 所以後來我們發現 有戶譜的角跟戶語的角 都會有一些特性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對於戶譜跟戶語員 觀察就要知道 有哪些圖形 他很容易知道出戶譜或者戶語 所以原內界四邊形 他就是很容易製造出戶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 你可以知道 他會有對角戶 所以我們可以舉個例子 角A加角C 等於100% 角B加角數也等於100% 角B加角數也等於100% 所以他的角度就會產生互 好 那第二格特性呢 就是我們後來 因為原內界四邊形 他畫出來之後 他的邊長並不是隨隨便便 什麼樣的四邊形都能有外接圓 我們稱這個圓叫做他的外接圓 把這個四邊形成為這個圓的內接四邊形 所以不是每一個四邊形都有外接圓 他一定要先滿足對角戶 好 那他滿足對角戶這件事情 是在這個四邊形的角度上面去做文章 可是這個四邊形除了有角之外 他其實還有邊長對不對 所以他的邊長也有一些特性 所以在這個邊長上面的特性的話 我們在國中沒有學 可是國中的技巧可以讓你知道 應該要有一個特性 什麼樣的技巧叫做相識 好 那這個叫做相識可以推出一個地點 叫做托洛幣地點 我們以前的講義上面有寫 但是我們現在我們先直接寫下來 我們後面再去這裡看看 所以角有特性 那邊長會不會有什麼特性 也會 那這個邊長的特性 你可能會比較容易忘掉 他名字咧 我就不用寫中文 然後就直接寫右邊這個圖來給你看 他會有對邊 好 這個A珠的對邊剛好是誰 BC 所以A珠和BC把它整起來 那還有另外一組對邊 叫做C珠和AB 把C珠和AB也把它整起來 成管之後再來相加 好 這個叫做兩組對邊合 兩組對邊成績之合 有兩組吧 兩組對邊成績之合 加起來 會等於對小線的成績 好 這要托洛幣地點 好 當然這個地點 我們可以透過我們 接下來我們會選漁權地點去證明它 或者是和他講公司 我們都會去證明它 好 但是咧 我們如果先把這件事記下來 我們到時候也會證明一下 但是我們先把後面護期管 這個地點如果能把它寫 強跑的話 那你在解題上面就多一道工具 因為這個氣質 我們正過就可以用 只是課本沒有寫而已 OK 好 那這個有沒有考過 有 後面還真的有考過 可以看一下 那個學測100年的時候 有考過 看一下 後面學測100年這裡 二十二題它這一題它講 如果有一個四邊形ABCD 那ABCD通常我們看到之後 也不知道它只要怎樣 就隨便隨便畫嘛 所以我們就養成習慣就是亂畫 可是亂畫之後 有時候我們會提到跌板 比如說 它就告訴你說 租ABCD叫做90度 對不對 要有90度 還有另外一個角度要有90度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要去關係一下 我這樣畫沒有90度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你要租AB是90度 好 那租 到A 到B 是90度 我就可以 好 那到B到C到租也 也要90度 這個時候我再製造出一個90度 給你 好 就這樣畫 好 那你說一定要畫出 感覺有90度 有時候可以畫準 就畫畫準 畫不準沒關係 有符號可以方法 對不對 像剛剛畫起來不像90 你就畫一個90度的符啊 你會接受的啊 可是我現在畫成這樣的話 有一個好處 那好處就是 這個四邊形 它應該會有外界緣 為什麼 因為我這樣 這條線連過去之後 你就會知道 因為它是直角三角形 左邊跟右邊 上面跟下面 而左邊它會有一個外界緣 而它的外界緣 會用我的A租當 什麼 直徑 B租當直徑 而右下角 這個直角三角形 也有一個外界緣 它好死不死 也是用這個當直徑 所以兩個三角形 你都用同一個直徑 那它們是不是在同一個園 是嗎 所以它還可以確定 它就是同一個外界緣 所以這個時候 你應該可以接受 這裡會有一個外界緣 畫 畫畫 所以它會有一個外界緣 所以我們這樣子把條線都寫好之後 再把它 講的數字 我們再把它一個一個丟進去 所以這個時候 它告訴你 AB的長數是1 BC的長數是5 C的長數是5 C的長數是5 蘇A的長數是75 好 我隨便 看一下就好 就這樣 結果它下一個問題 它問你 直徑嗎 不是它不要問你 直徑 它問你誰 AC 所以它的問題是 問你AC長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題 我們先講一下 當時我們以前怎麼學這一題 我們當時寫這一題的時候 其他題目設計是為了 要讓你學會 魚旋地理跟 合角合式 為什麼叫做魚旋地理跟合角合式 因為它想要讓你看到 這裡有一個α 這裡有一個β 沒錯嗎 所以這裡是不是有一個α角 這個α角是不是可以讓你在這個 思想它的前面 知道很輕鬆的知道 塞α就是什麼 或是什麼 口塞α就是什麼 這裡是不是塞β也有 口塞β也有 因為這個斜邊叫做真套50 對不對 所以塞α 口塞α 塞αβ 口塞β都有 那你就應該可以幫我寫出 口塞α加β 的頭角公式 所以它這一個題目 它的原始 一大好東西的 公式 剛好公式的詳細 它是希望寫這一個 你可以先把我口塞α跟β找出來 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利用余選定理寫出什麼 X的比方等於什麼 1比加5比 減掉2乘1乘5好 那因為我們還會複習到余選定 所以我這邊只是稍微寫一下 口塞α加β 這樣就出來 所以你可以把口塞α加β的角公式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帶到下面去 那右邊就這裡就沒問題 X比就出來了 那X開根的話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這一點就解決掉 好啊 可是如果我們今天說的拖路密地理的話 是因為我找到外面這個圓 所以拖路密地理告訴你 你只要是有外界圓的四邊形 你的邊廠就會符合條件 那邊廠需要有四個邊廠還有兩組對角線 所以我現在目前收集到的有四個邊廠 對角線還有一個也知道的 所以只差一個不知道的 那你剛好就可以帶了 對不對 所以說如果用拖路密的話 這個答案就算出來 可以 另外一個解法叫做1乘5 加上7乘5 會等於對角線這一條叫做更號50X 然後就出來 對不對 所以他就可以少做了一些動作 就是什麼核殺角公式 還有一個什麼鎮魚選定 對不對 對不對 OK 所以多一個公式 有時候再想就比較簡單 好 所以拖路密這個結論呢 我們把它記一下 好 這學測100 好 那 所以有一些幾何特性 國中就學過 我們現在稍微記錄一下 拖路密其實應該國中一本學 只是那個時候就沒有工程 但是我們現在晚一點再看大 因為我想用另外一次 OK 好 那 所以都沒有問題之後 先輩這次都OK 那我們就來看三角蘭素 那三角蘭素 它其實很簡單 它先第一人變代號 我從充錢就告訴你 SIGN它只是一個代號 只是剛剛它名字叫SIGN 只是它在講的是一個筆值關係 所以誰跟誰的筆值 所以要記住 斜邊分之對邊 斜分之零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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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分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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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是A的3倍,那就是3A 這個東西是B的5,5倍,那就是5B 所以筆值就是一種倍率 那我們就要來複習一下以前在講的倍率 就是說A比B的5值 叫做B分之A 那你說筆值是倍率的話,請問一下這句話叫做什麼 A比B的筆值就是A4B的 你的答案呢,B分之A就是在講B分之A倍 對不對,所以我們以前在講A比B的筆值是什麼 就是說A數B,那A數B就是B分之A好 那我要把這句話翻譯成我們中文最愛用的話 就是A數B的筆倍,就是在講這個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再重看影片這邊 這邊叫做對邊會是斜邊跟斜邊的筆值 所以有沒有很像這個答案就是對邊就是斜邊的筆值 這個倍率,對不對 對邊就是斜邊的這個倍率 這個概念,就是要講這個 所以其實三甲函數最常見的事情 就是把邊長放大幾倍 到達另外一個邊長這個動作 好,啊這些事情的話 我每次都很饒舌 所以我要先知道 賽就是這個比這個的 所以對邊的長度就是斜邊的賽七大倍 每次是這樣慢慢推啊 可是我們在推太久就麻煩了 所以我們下面這邊就推一下給你看 所以三甲函數耶,它其實的筆值代號 其實是進一步讓你去做那個倍率的概念嘛 那倍率的概念就是要告訴你說 那個邊是我的幾倍 我是他的幾倍,他是我的幾倍 就這樣推下去 那我們剛好現在背的只有三個筆值 叫做賽跟投賽跟堅數 所以它會發展在哪裡 好,因為我們可以知道賽 是什麼 這個比這個 這個分之這個對不對 所以是他底上他的筆值 所以他就是他的幾倍 賽七大倍 所以這裡就會得到這件事情 好,那我們當然不講他們老舍 我們只講原因就是要講這個 好,可是我們現在要好計 所以我剛才在講賽怎麼背 賽是不是這樣背 從這邊分之這邊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是代表說 只要x要從走到這裡的話 就是要走那個函數的路徑叫做賽 所以就x0賽就好 對不對 如果我們照剛才我們在背賽的底 什麼分之什麼來把它唸一遍的話 就會發現這個分之這個 那以後要從這裡走到這裡 就是走那個路徑就是賽 就是x0賽 所以用這樣來推的話 那以前講投賽就是這個分之這個 那如果從這裡要走到這裡 就是用這個x去寫出這個位置是什麼 但這個路徑就要這樣cos 所以我們就稱這個叫做s1cos 那意思類推 這裡走到這裡的過程很像在走天距 所以就是y乘上天距 好,走上這裡叫做sine的路徑 這叫做cos的路徑 可是這個時候有時候 我們會再學另外一個路徑 那另外一個路徑呢 基本上它有別的三角的路徑 只是我們在第二側 我們在第三側不交這個函數 second跟cos還有collected 這三個我們不交 我們選擇用什麼 倒數來講 當你從這裡走下來叫做s 那請你從這裡走回去干涉就怎麼樣 除就好 所以就歪除了cos 那當然我們在下一側啊 我們就進度上面 我們就會告訴你 這個上去這個叫做second 那有一個新的三角的注目稱 就是second 可是我建議你先不要背那麼多 你就寫了cos 為什麼 因為決策的題目設計 一定是用sinecos來設計 你多背了second跟多背了cos 還有contention去寫那些題目也沒有幫助 因為它一定不好寫 它一定是寫的sine 寫比較好想 就是這樣 所以一子類推 從力要走回去的話 我們要看一下 用手邊過去叫做sine 那回去的話 就怎樣自己sine就好了 那過去乘以tn 那回來就屬於tn 所以力除tn 所以三角的數位 它基本上是在講兩個邊常的比值 那比值結束完之後 那我們就要一開始來講 比值的目的就是 讓你推得到它是人家的幾倍 所以我們要會推這個邊常 後來把它推一推 那會推之後 它就會被推往右邊那個圖 那右邊那個圖的話 基本上它真的很愛考 它至少在學生裡面考了三四次以上 就這個圖 它基本上就是推來推去而已 看一下這個圖 它就說 如果在這個單位園裡面 有一下政選余選 他們的線段場可以用誰來表示 那這裡有兩種角度 一個叫做西達 一個叫做懷 那西達跟懷剛好路 是魚角嘛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圖它其實是因為 我們為什麼要替 賽這個東西 叫做正弦 這主要原因 因為它的圖形 像起來就像一個弦 像一個弦 那什麼叫做魚弦 就是用魚角再做出來的弦 叫做魚弦 好 我們先看一下 這裡 細達在這裡 好 那角度在這裡 我看得到了魚之邊 叫做單位長 叫做1 所以在這個1的直角三角形裡面 你可以推出來的邊長 不就是這兩個嗎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在這個三角形裡面 你唯一有的長度叫做單位圓 半徑就是1 所以你知道這個長度是1 那這裡有一個細大角 所以1怎麼推出這個星星 所以1過來就叫做3 所以就推出來了 原來這個星星就是3 就是AB 對不對 所以AB長就是1乘以3 那1乘以3就是寫3就好 好那下面這個星星呢 就是什麼 下來這個路徑叫做口塞 所以口塞成下去就是它 所以它就是歐米 那平均的話 可不可以在紅色的三角度去看到它 沒辦法 因為平均的話 應該是要有底邊 底邊最好是1 所以這個時候我需要再找到一個三角形 有邊長有角度 而且邊長最好就是1 所以下一個資料 我們可以選擇用Y或P 好因為外面這個的時候 它有一個固定的這個長度也叫做1 因為這個也是半徑 好那繼續用那個C打 所以從這個EA推到這裡來 這個剛好成1 1乘上tang 所以這個時候BC就出來 它就會變局 所以BC就在這裡 所以它在想說 這邊哪裡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我這是P喔 PC 好那 上一話就是說正顯 因為這你看 這炎場就是顯 這寫正 那顯的一半 那口塞叫雨顯 為什麼是這個 為什麼是這個 因為它其實是在講這個長度 OB的長度其實在講樓上這個長度 樓上這個地方 它是不是也是一條顯 只是很抱歉 這個顯是用這個魚角對出來的 所以它為什麼叫做魚顯 那魚顯就是我現在這個角度 只能對出來叫做正顯 那它的魚角再對出來這種顯的長度 就叫做魚顯 只是它是一個完整的顯的長度 當然沒有它要再兩倍嘛對不對 所以正顯 魚顯它定義就是這樣講這樣 那Hang它叫做什麼 切 你看一下這個線段長的關係 怎樣切顯 對嘛 就是這樣這樣 那之後我們還會再講 Second for Second 還有Hang 那Second for Second 它的名稱叫做正哥與哥 好 那這個我們之後再講 好 所以三角蘭書器 在這個單位裡面可以看得到 好 那要看到它其實很簡單啊 重點是 你怎麼可以找到它 就是你要有一個原則 那原則就是 你現在要找的資料 一定要有一個腰的角 你現在腰的角就能夠吸倒 那你就給我找到西達那個角 那三角形 西達在這裡 那有哪些三角形 有它就可以開始畫出來 好 再下一個 其實 不只是我現在的黃色 紅色跟藍色喔 其實這裡還有一個 這裡還有一個西達 所以這裡還有一個Sign 它還有一個資料 它也有一個西達 只是它不是在這裡 好 那再來下一個就是 有角的還要有邊 就像右手邊這裡 我給你角 可是你要有一個邊 所以你要找到一個 你可以知道的邊 所以3H推到其他邊 它可以用什麼 邊長成長什麼 三角函數 把它寫出來 OK這樣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所以三角函數 我們知道它的 邊長比值關係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B4D 再推出一些關係 好 所以什麼關係呢 好 來看一下 這兩個 因為我們如果把直角三角形 進行 好 C調在這裡 那邊長叫做ABC 按照B4D 它告訴我的東西 就是說A平等於B平加C平 這是B4D 那B4D 告訴我這個等式關係的話 我兩天同出於 A平到 就可以製造出 1等於 A分之B的比 加上A分之7的比 就這個 好 那1就是誰 我們要講1嘛 那A分之B這個比值 按照我們來念的話 A分之B就是在講Sine 那就是將Sine 怎麼樣比方 那就會寫成這樣 那A分之7就是 我們在講的Cosine 那就會產生這個比方 所以就會產生1等於Sine 加Cosine 好 那這個會在我們 角色裡面 那算很大的表 它就是很等關係 不管你角度給我帶多少 只要兩個角度 都是 這兩個都是用同樣C打 那他們的比方 走就會等 好 那B制定 它可以這樣子推出樓下 那如果我不要屬於A比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應該屬於A比 所以我們在選修的時候 我們要教的就是 不要屬於A比 那就改屬什麼 改屬別的平台 有A、B、C 你可以屬下一個 所以我們在選修的時候 我們就大概 開始在教下一個 那我們現在也可以把它推一下 讓你知道它後面還有什麼 因為你還有兩種可以出 一個叫做B 一個叫做C 所以我們就出一個B給大家看 除以B平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如果它除以B平的話 左邊那個叫做B分之A比 那B分之A是誰 B分之A就是這一個的倒過來 好 那我們過去叫做賽 那B分之A就是什麼 大一分之一 那你給我平方整個這樣 這樣好 那會整個右手邊 這個叫做B平分之B平就是一 B平分之C平 好 我們那個叫做什麼 TENG C大分之一 對啊 這TENG叫做C分之B 那B分之C就是TENG去倒數 那你還有平方嘛 那我就給你平方 所以你會再得到別的東西 叫做SINE分之一的平 會等於E加上TENG分之一的平 可是它聽起來很弱啊 所以把三角函數沒有去倒數 這是弱弱的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會對三角函數的倒數 就是要再取新的名稱 所以它新的名稱叫做什麼 好 SINE的倒數也不叫做SECON SINE的倒數也不叫做SECON SINE的倒數叫做COSECON E加 好 那TENG的倒數也 我們之前就有稍微提過 叫做COTENG 所以之後 我們還會再多配一個東西 叫做SECON的平方會等E加 可以COTENG平 那如果不要處於B平 改成處於C平的話 就是下一個 叫做什麼 SECON的平方會等E加TENG平 但是我現在只是想推一下 推出這個東西就好 好 那這個比較常要用的就是這個 OK 好 那上次的YCA還有什麼呢 還有一個 比值的推廣 這件事情的話可以推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TENG呢 它其實在 TENG系達它其實在左手邊那個圖的話 它叫做什麼 叫做C分之B嘛 TENG叫做C分之B 好 那C分之B呢 如果我願意上下通數A的話 那只是約分吧 可是這個時候A分之B 它就有一個新的名字 叫做什麼 SEI 那 下面的分子呢 分為叫做A分之C 那A分之C的話 就叫左SEI 所以後來我們就得到一個東西 叫做TENG系達 可以寫成 這個上述關係 好 這叫做 橫等式P8關係 這叫橫等式的上述關係 好 就這兩個 那再往那個什麼 其他函數推的話還是有啦 可是我們先不推 我們就推到這裡 好 那之後咧 再最後一個叫做 羽角關係 那羽角關係的話 其實我們後面還會再講一遍 所以我們這邊就稍微講 SINE的系達 會跟COSINE的90度-系達是一樣的 COSINE的系達 會跟SINE的90度-系達是一樣的 那TENG的系達呢 會跟TENG的90度-系達呢 則倒數關係 那這一個咧 最後一個比較少用 我們比較愛用的是這兩個 這一個比較少用 這一個比較少用 魚角關係好 那魚角關係的存在其實 也很簡單 我們從哪裡來看就好 剛才給你的指板一看他就好 因為我們看一下 SINE就做A分之B對不對 但是你要記得喔 我跟你說SINE是A分之B是 你要先把角度放在這裡 這裡會用直角喔 那這個平常就怎樣這樣 可是如果我今天想要對 的角度不是C達 你需要看這個角 那這個角不就是90度-系達嗎 那90度-系達的時候 你就應該要把這個角 放在這個位置 所以當你放過來的時候 你在看A分之B這個比 對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這個分子這個 好像不是在寫SINE的路徑 而是在寫什麼路徑 寶SINE的路徑 所以這個東西就會被解釋成 它就是寶SINE90度-系達 所以它就會有這種羽角關係嘛 所以這也忽異這樣 我們後來再講的嘛 遇到90度就會把羽血改成正血嘛 如果是上一個90度-系達的話 遇到上一個的話就改成羽血 所以後面我們會有一個角度 跟三角函數的換算關係 可是我們這邊的話 是先從這個圖來看一下 所以有羽角關係 所以給它參考一下 換基的話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們的三角函數 最基本的管制就是這些 然後接下來常用的技巧 第一個就是城堡公司的應用 為什麼會有城堡公司的應用呢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 不管怎麼樣 永遠都會對的公司在這裡 叫做SINE加國SINE等於E 那就等同以前 我們在背的X平方加Y平方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就很愛用那個什麼 如果我今天告訴你X加Y 就是E負 我告訴你X加國SINE等於E K 這個時候你應該可以 不小心就幫我算出來 SINE三次方加上國SINE三次方 在桌上 如果這個東西叫做K 那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就是不告訴你 你要把它當條件 所以這個條件可以不用講 你只要等自己要有 所以那 如果你補上這個 這東西補上 這叫做自然條件 對不對 請問一下 他跟自然條件是為了要推去誰 你要先知道 你要先知道 他是為了要推出SINE 對不對 你現在看到三角的數 你就會亂 所以你就先講一遍 我告訴你X加Y 那我再告訴你X比方加Y平方 那請問一下X加Y跟X比方加Y平方 中間應該有一個關係 叫做SY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A加Y的頻發 就會有X比加Y比還有加2SY 所以你就可以推出 這你可以推 因為他會出現在他的平方 他平方之後會跑出這個東西 還有兩個這個東西 對不對 所以簡稱他的平方就是K平方 K平方會等他加上2303 而他是誰 他是1 所以只要把他平方 再把這11過來 所以K平減1處以後 只是好 我現在是用心算來推 題目給你這個東西 好 問你這個東西 問你這個 好 問這個 那你要怎麼做 把自然條件拿進來跟他結合 跑出這個東西 跑出賽程口賽是多少 那後面就是承考公司 為什麼 因為立方叫立方公司 但是我們有背過 有背過兩種 一種是你最愛用的 那有什麼 AB加BD等於A加B 等上AB-AB加BD 但是還有一種 我們上次在指揮書 有教你背一下 就是說 AD方加BD方 用一種國中最笨的那種方法 就是這種 等於A加B扣到3次方 那就是為什麼 以前國中不是有 那種 國中背 承考公司就是有同學會背錯嗎 他以為A加B3次方 就等於A3次方加B3次方 當然不是啊 但是我們現在要有這個背法 就是A的3次方加B的3次方 跟這個很像 但是他多了一些東西 我把它減掉就好 減什麼 減掉3AB乘上A加B 我們就有這個 如果有這個的話 你在寫這一題的話 就簡單了 為什麼 我要問的就是 sin加B cosA的例 就是AD加BD 那你知道的是什麼 A加B 就是K 你要3次方 我就幫你3次方 減掉3個什麼 這個 這個就是3乘5次方 叫做2分之K比前B 這是誰 這是K 好 那如果你再把它背成什麼 塞加果塞 乘上 塞比較 塞加果塞 再加果塞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我會覺得背這樣的話 會比較乾淨俐落 對不對 反正你有相成 你有相加 對不對 就這樣把它整理好 所以 樓上就很好寫 應該就寫出來 就是這個 就大概這樣去就好 所以以前 我們背過的塞法公司 它其實是計算上很小記起來 可以把它稍微記起來 那我這邊的話 是稍微再複習一下 這個塞法公司 那既然有這個 那我們就順便背一下這個 那這個 是不是就這個 想減 記得怎麼樣 加 為什麼 因為 這是減太多東西 我這邊沒有中間的東西 那它這個打開會有AD 沒錯 但是它會有一個減3A平方B 我沒有要減所以我要加 所以請你把3A平方B加回來 但是它等一下還會有一個打開 叫做加3AB0 3AB0 你要把它減掉 所以這裡會有一個3AB 你會多這個A 但是 上這個東西 把它減掉 少3A平方B把它加回來 然後多了3AB0 把它減掉 好 那最後這個就對了 所以我就多了一個A A例加B例 跟A例減B例的 第二號公司 那一號公司我就不備了 就是寫這樣 好 這叫塞法公司 好 這塞法公司就是 有點像小常識 其他父母 然後把他集起來 幫他畫後面 好 那最後呢 下面有兩個 就是用這些公司 所以就會得到關係,我們因為太常用了,用到最後看到馬上就知道答案 像添加添分之一,它的答案叫做賽乏三分之一 好,那進階版,它會叫做賽的二倍角公式分之二 為什麼,因為我們後面會再背一個二倍角公式,叫做二賽博賽 所以當我們以後看到賽博賽就會想到,也有背過一個叫做賽二倍角的二賽博賽 可是它沒有到二啊,所以它應該是這個二倍角公式打開要記得除以二 那個除以二就上去就變成這樣,好,那現在問題是為什麼它會這麼大 所以這個時候就要有一個很重要的解題關鍵,只要記住,只要解三角眼數 只要你的題目裡面出現的三角眼數,它會有運算過程 那我們都會盡可能的,讓它,只有賽不賽就好 好,這是一個解題很重要的一個線數 就是我們三角眼數學那麼多,其實我可以告訴你 所有的三角眼數都是賽跟口賽就可以進行 那為什麼你一定要把它推到賽跟口賽 因為它會擁有一個題目,不用告訴你就有一個自然條件就是這個 那你只要口賽你的意思 所以如果大家都能推到它,那我就有一個免費的公司可以用 當然你說剛才有推到口賽的一家口天軍品 對不對,但是那個也是用賽口賽可以導致出來的 所以我們不如就是集中火力都在賽口賽導致就好 那你說老師這樣如果有天軍,有天軍就用成它的上數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的話,它問你這一題為什麼會等後面那個 所以看一下有什麼用 因為天軍等於口賽分之3,我們就寫C分之S 那加上什麼,天軍分之1就是把C分之S取倒進去 這個,那為了要計算我們一定會通分它,所以變成S乘以C 那樓上就會變成S乘以C,再加上C2乘以C 而智乘以C加口賽乘以C就是自然條件E 而下面這裡我就把它寫回來 就是塞系加塞上口塞系這樣 這樣就好 所以它的換算其實很簡單,我這邊是懶惰啦 我就先這樣 OK 好,那後面那個就可以自己試試看 好,先這樣 好,那下一題我就會看電話 好,下課 我們在隔壁班找到一個提診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